这个人要爆料 他说原家不止一番 这一家还有游戏南海两家不止这样 他说他在龙井的中央路上兴电子游戏场 上班了一年多 负责人都是人头 每家队的店长都是原家底下的兄弟 那我们就去给他查上兴电子游戏场 请大家看 上兴电子游戏场 负责人叫王永达 开的叫做电子游戏场业限制级的 上兴电子游戏场 负责人王永达 那我们又查到了一家公司 叫做昌和环保 负责人叫黄玉平 在成功东街93号一楼 好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那黄玉平跟他有什么关系 好来请大家看一下 因为 因为 本来 这个 这个昌和环保的负责人叫王永达 所以他是不是上兴电子的老板 是 那王永达也是昌和环保的负责人 王永达后来 这个交给了黄玉平 就负责人更换了 负责人更换 王永达变成黄玉平了 这里就有趣了 来 袁之兄请看一下 杀戮区成功东街 来 王永达 王永达 台中市杀戮区成功东街93号一楼 他是昌和环保的负责人 他好看吗 后来他不是换了黄玉平了吗 所以他本来是昌和环保的王永达 他成功东街93号一楼 陆则国际谁是董事长 袁宽恒 袁宽恒的公司的地址在成功东街93号一楼 所以 袁宽恒跟王永达有没有关系 有 有关系 王永达是上兴电子游戏场的老板 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他们会在同一个地址 他们两个关系应该他们两个才知道 因为袁家的事情就有点不 所以这个就有点 回力一标变成说 大家开始讨论说要赌大家来讲 从你爸开始检验级 会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他要面对 而且我觉得电子游戏场 只要合法的 他没有在里面为非坐呆 也不是不能开 我不说他不能开 大方承认就好 我是问我 是怎么回事 就是如果说 就是如果真的跟他有关系 或者是电子游戏场跟他什么关系 其实就承认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能讲 现在看起来 我们说这个蛇鼠一窝 那个蛇在哪里 那个蛇就在陆则 这个是一个 我们找到很多的证据 现在只要围绕陆则相关的人 我们看都跟袁宽恒有关 因为都在一起 而且都跟他的电动玩具 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我就不得不说 袁宽恒你这个 没办法洗清 因为陆则 我相信陆则这个公司 应该是袁宽恒 他这辈子到目前 他自己所经营的事业 可能至今来自于 言情标 他自己在经营的 所以他的好朋友 好兄弟 都在陆则 所以从陆则这个地方 我们以后再去检视 特别是他这个地址 可能有很多公司 都试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他这个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 环保 暢和环保 环保 保是他的这个 除了做营造之外 他还涉及到环保 环保可能包含什么 回收废弃物 这个也是有庞大的利润 我大概跟你讲 何昌做什么的 对 所以说 昌和 对 所以你看他的那个 事业触角 我们现在越来越广了 所以他哪有时间来台北 给你开什么立法院咨询 他忙都忙不完 我话老师 我说实在 真的没真的这样 真人心 这样下去查 下去查 看不出来 他们关系 我想叫这个益宗 你是高中老师 这样你看有吗 大亨 真的是电丸大亨 现在线上游戏 这个电 没有一个我们严家这么厉害 这就是真的人家说的电丸大亨 我刚才听到 委员这样说 真的是整个海参不过的人 说你真的是 这种主要是Google就有了 这就是 不用太用Google就有了 我很认同刚才委员讲的一个点 就是说 那就是因为 克制厚白太久 其实这个都可以藏啦 就是说他自己 他跟研究 他玩去做老闆 那其实这种一般都是找人头 就是说你不要找你说 他如果连刚才讲那个 王永达那个公司登记 例子都跟他放在去表示说 他早就没在怕 他就看他在走 他就是看他在走太久 过去20年来可能 就没人敢去那里 现在最好笑 是这样不知道 刚才这个大哥有说 他今天如果是合法的电子游异厂 说他知道 你如果合法有登记 那合乎规定 那你也没让18岁以下的高中生进去 其实大家也就是OK 那就是一个事业 我们也不会说 好像你开电子游异厂就该死 最好笑的就是说 当初是 陈伯伟十几年前 他打一个电动 好让你丢到炒头 这样的立委一定要罢免 就刚刚讲的 这样打电动的都一定要罢免 不好意思 那今天这个是开整个牧场的 开电玩大亨的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会伤到他是因为 这个原因 你会不会心中有个怀疑说 可能他们到几个厅 当然 这个只是我们今天通过网路 但是可能真的是用人头 有可能是这样 对 没有 这个爆料当然 勇敢的爆料人 我觉得我们还是非常 这个 这个诚恳的邀请言家 来做说明 这是人对你的爆料 那你就含上兴电子的老板 就同一个公司的地址 哪有可能 昌和环保是在做什么 所以上兴这个员工 我觉得还很勇敢 因为我相信人家 一定在顺藤摸瓜 谁在我们这边工作 上兴这个员工不只知道上兴 上兴在龙井 他知道无期 他知道另外一边的游戏男孩 所以这个关系企业 我看最接下来会越爆越多 对 是 其实龙井的乡亲 很早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在博尾这个 这个去打电玩 就被说成赌博这件事情 被爆出来之后 有一次我们在龙井 遇到一个乡亲 他就说 年轻人 你去拨叫就不对了 你应该去叫叫 像那个岩家 怎样怎样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在龙井的乡亲 心目中就是 那个就是他们家开的 所以在这边 真的就是像洪怡哥说的 就是奉劝岩宽恒你们真的要诚实出来面对 因为在当时 其实岩宽恒有过一个报导 他说什么 他在po文的时候讲说 诚实让乡亲相信你 同样的这句话 我们还给岩宽恒 诚实让乡亲相信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语教育划 因此邀忘了 备 shirts 写 一些